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O2传感器延迟响应频油至负油组2传感器2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GMC 雪佛兰 福特 道奇 克莱斯勒 大众 丰田 本田等 尽管是通用的 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 型号而异 当配备OBDR的车辆具有已存储的P014B代码时 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 从下游或后催化转换器氧气O2传感器或第二个发动机排的电路检测到延迟的响应时间 组2指定不包含Number一气缸的发动机组 汽车O2O2传感器使用二氧化告传感元件构造 并通过专门设计的通风缸至外壳进行保护 博电极用于将传感元件连接到O2传感器线束中的导线 该线束通过控制器局域网 CAN连接到PCM 根据与发动机废气中的氧气颗粒相比 周围空气中的氧气含量的百分比 向PCM提供电信号 排气被推入排气气管和排气管 并在排气管上方 上方流过氧气传感器 排气流经O2传感器的排气孔 在钢制外壳中并流过传感元件 周围的空气通过导线枪吸入 并被困在传感器中心的小枪室内 被捕获的环境空气 在室内被排气加热 从而迫使氧离子产生能量 电压 环境空气中的氧气分子浓度 吸入O2传感器的中心枪 与肺肺气中的氧离子浓度之间的偏差会导致O2传感器内部的加热的氧离子 在脖层之间迅速跳跃 并反复的 电压波动会随着涌出的氧离子 在脖电极层之间跳跃而发生 PCM将这些电压变化识别为排气中氧气浓度的变化 这表明发动机的运行是吸的 燃油太少 还是浓的 燃油太多 当排气中存在更多的氧气 吸薄条件时 来自O2传感器的电压信号较低 而当排气中存在更少的氧气时 负状态 则电压信号更高 PCM将这些数据主要用于计算燃油输送和点火证实策略 还用于监控催化转化器的效率 如果所讨论的O2传感器未能在预期的时间内和 或有规律的在设定的时间段内 以及在某些预定的情况下循环 则将存储P014B代码 并且故障指示灯可能会点亮 其他氧气传感器延迟响应故障代码包括 P013EO2传感器延迟响应农至锡 主翼传感器2 P013FO2传感器延迟响应农至锡 主翼传感器2 P014AO2传感器延迟响应农至锡 主翼传感器2 2传感器2 P015AO2传感器延迟响应农至锡 主翼传感器1 P015BO2传感器延迟响应锡薄至负农 主翼传感器1 P015CO2传感器延迟响应农到锡 组二传感器一P015DOR传感器延迟响应频由 第二组传感器一代码严重性和症状 由于P014B代码表示 O2传感器长时间保持缓慢或无响应 因此应将其分类为严重 该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燃油效率降低通常缺乏发动机性能 可能还会存储其他相关的诊断故障代码 发动机维修很快 灯点亮 原因设置该代码的潜在原因是 O2传感器损坏 烧毁或损坏 导线盒或连接器 为连接催化转换器损坏 发动机排气泄漏诊断和维修程序 诊断代码P014B所需的一些主要工具 是诊断扫描仪 数字福特 欧母表 DVAM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 所有数据DIY 在尝试诊断代码P014B之前 必须先诊断和维修所有发动机失火代码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代码 其管控器压力代码 以及空气质量流量传感器代码 引擎无法有效运行 会导致存储各种代码 正确的做法是 专业技术人员通常从视觉检查系统 线数和连接器开始 我们专注于在热的排气管 和旗管附近布设的线数 以及在诸如排气罩上发现的 尖锐边缘附近布设的线数 在车辆信息源中搜索技术服务公告 TSB 如果您发现与上述车辆出现的症状和代码相匹配的故障 很可能会帮助您进行诊断 TSB清单是根据数千次成功维修得出的 接下来 我想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 并检索所有存储的故障代码并冻结车架数据 如果P014B被证明是间歇性的 则此信息可能会有所帮助 请记下以背后用 现在清除代码 然后查看P014B是否已重置 如果重新设置了密码 则启动发动机 使其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 然后使其空转 变速相处于空档或驻车档 使用扫描仪数据流观察 O2传感器输入数据 缩小数据流显示范围 使其仅包含相关数据 您将看到更快 更准确的数据响应 如果发动机有效运行 则上游O2传感器数据应在1毫幅 100V和9毫幅 900欧之间有规律的波动 如果电压波动慢于预期 则将存储P014B 您可以将DVAM测试线连接到 传感器接地线和信号线 以便监视来自O2传感器的实时数据 您也可以使用它来检查所讨论的 O2传感器的电阻以及电压和接地信号 为防止控制模块损坏 请在使用DVAM测试系统电路电阻之前 断开相关控制器的连接 其他诊断注视 PCM进入闭环运行后 下游的O2传感器不应像上游的传感器 那样定期循环 低等级的更换或翻新 催化转化器容易反复出现故障 应避免使用 也准种 接力数据 是 当自行资金商讨论的 马匠 所以 我们让一个查看一下 CM